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进来 老吴 走 叔 你不是让我赶在检查组到来之前 挑毛病 我跟你汇报一下 这么快啊 倒不是我快 是这个问题太多 这显而易见 叔 嗯 那你汇报一下吧 第一条 咱们校领导搞的那个男女同学行为准则 我经过深入调查 发现这里边有致命的漏洞 啥漏洞 要控制异性之间的交往风险 不光是管理好同学和同学 老师 您作为异性已经离我太近了 这样不算违规吗 舍天在哪儿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把异性师生也纳入到规范体系里面 这是你想的 我老常你不想想这能行吗 这一这么一弄就好像咱们学校 有这种不道德的老师似的 你要真规定了 别说学生 你就让人家学成家长怎么想 不要汇兵计医嘛 要防患于魏燃 没有魏燃 没魏燃 下一条 好好好 第二条 王老师 您怎么也跑这儿来上搜搜啊 楼下厕所堵了 跟你说这咱们教学楼的质量 这后程花了几个亿呢 也不知道后边的领导贪污了多什么 有的老教师怀疑 你们校领导和后勤部门联合起来 在新教学楼的工程里面 谋去私立 老吴你跟我说实话 有没有这事 你说呢 你看你看 没有就没有啊 你急什么呀 老长啊 我让你做我的左膀右臂来发现问题 咱俩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去吧 那你现在怎么能调整枪口来打我呢 还弄着一些默许友来质问我 老长 我实话告诉你 我对你很失望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道歉 我真诚地道歉 好吧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不过是想试探试探你 你说万一你要是一致薄弱 那我不成了贪污犯的逗逗了 多冤哪 好 对对 不不不不不说了 不说了 下面我谈第三条 第三条 吴烟校园 吴烟校园 这个活动在咱们学校开展有一段时间了 我发现学生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倒是咱们当教师的 经常有人偷偷摸摸在卫生间里抽烟 对 刚才 就刚才 在三楼我就同时撞到两个 这种事情 咱们学校是不是也应该管一管哪 这 这 这也倒行 等会儿 我问你 滚打滚 这 商量不正下 人家老实好歹还躲在厕所里抽 你这纯粹是利用校长的身份稿特权呢 老常 我已经戒烟了 那你留着烟盖干什么 我留着要带客人的吧 什么人也不能在校园里抽烟呢 这样 我说了 你不够拿走啊 我跟你讲 刚才我跟你说的 要引起重视 别觉得都是小事情 魔鬼都在细节里 老常啊 您知道我一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啊 你既是我同学 又是同事 缘分啊 走 连第二条筋都没涨了 就一根筋 哎呀 丑死我了 大家都在一天 那真是别说这副 这副人都在一天 就昨天才是一年 都是一副人的 那你怎么还要 这副人都没害了 你怎么会一个人 你怎么这副人呢 你们这副人的副人的副人 我把我都去 这副人的副人的副人的副人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什么呀 你们没事 没事 你没事 没事 我你拿下一下一下 对不起啊 程老师 我刚才不小心把水洒了 把教案给弄湿了 我我我看看我看看 是不是教案 赔了我多少年了 真的太对不起了您说 您要我做点什么 我只要能做的我尽量做到 算了吧 反正要提交新的电子版教案了 没了就没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那您您待会儿不是要去上课吗 都教了多少年课了 闭着眼睛都能背下了 这也就是个吉祥舞 原来您真的是个大神 我瞬间特别崇拜您 别别别 我不喜欢刘徐拍马 我可惜的倒是 这个本来是留给你当参考的 这下没办法 只有你自己写了 这样 第一到第五 第三课吧 写完以后放学校给我 好 怎么了 有问题 这量不大吧 没问题 好 那我就先上课去了 不算进去 明天讲这气氛太顺了 你说什么 没有啊 卫成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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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上课去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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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这就制造舆论了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让我做你的女朋友 是有前见的 当然没忘了 我不记得 介于我考试分数提供这么快 你是不是要奖励我一下 比如说约会什么的 约会就免了吧 你还是多留点时间 复习复习习功课吧 你住哪儿啊 我收你一程吧 这也算是对你最大的奖励了 不过你不要多想 我们现在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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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老师 这都下班了点了 您不回去啊 快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好 先走了 再见 再见 那我们先走了 程老师 再见 再见 程老师 您非得今天看完呀 现在都已经超过下班时间 一个小时了 你这个思想就不对 当老师的哪会准时下班的呀 有时候还得把学生作业 带回家去修改呢 你还指望着有加班费呀 您的思想才不对 无限压榨老师的劳动力和价值 还觉得理所当然了 老师也是人 老师也需要吃饭睡觉娱乐 那不能为了工作 把生活都牺牲了吧 这样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呀 当老师的还就是不一样 什么是老师啊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是蜡烛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春蚕到死四方金 蜡锯成灰泪水 那也得悠着点吧 这儿很快就嗝屁了 现在都讲究 资源可持续利用 人力资源也一样 您要是愿意加班 您继续啊 我可要先走了 这个是我的那个交案 您可以搭回家看 今儿可是周货 拜拜啦 程老师 谢谢你啊 果丁老师 果丁 这名字挺有意思的 果尔不忘 我不回去了 你别让司机来了 你衣服 我已经让干洗店的来取了 绿衣 扔了呀 还有必要洗吗 行吧 迟到了 乖了啊 哎呦 这么满 磨磨蹭蹭的 你好 请问你找谁 过来登记一下 那个506长天会 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好好 走 珠珠 你那么贵的内衣 穿一次就扔了呀 是啊 再贵的内衣 穿一次也就变形了 有必要洗吗 浪费时间 我买得起 不像某些人 我是不是抽中某人的玻璃心了 这不这样 下次我给你留着 不行 我那内衣那么贵 我怕你穿不起来 你这一身 还没有我那内衣贵吗 让你红尊 乘边红尊 就这道红尊 乘鸡 什么 看着你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别跑了 别跑了 别跑了 就是那种气氛 让你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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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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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住手 怎么回事 来来来 让我看一下 妈 你别管她 她活该 同学 我是常天会的妈妈 我是护士 来 让我看一眼伤到哪儿了 妈 你别管她 你看我这儿 你看我这儿 你们这是怎么了 打架了是吧 常天会的惊人呢 我都被人打人家咬了 怎么这么鬼演戏啊 妈 你看看那伤口 那前两天自己创呢 你看 还轻着呢 你怎么那么回演戏 你干吗不去当演员啊 你不说 就是你打的 常天会 你和宿舍的同学 有什么矛盾闹成这样 赶紧道歉 我说你们这些女孩子 怎么也这么暴力啊 你们还是 重点大学的学生呢 我说你这位家长 可得好好管管啊 是是是 你干吗说我妈呀 阿姨 明明就是她的事 是她今天先找茬的 而且她平时老找我的事 不像你为楠楠 我 我不清楚你们的事 当我看到 是你把装脏衣服的包 扣到朱朱脑袋上 她才生气的 你怎么这样啊 你干吗不说实话呀 她平时找事的时候 你不都在吗 我觉得朱朱 只是开玩笑而已 是你也小题大做了 天会 赶紧道歉 就是 就是 赶快道个歉 趁天姐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快 道个歉啊 我不要 快点 我 对 对不起啊 妈 你干吗跟她道歉 天会 天会 真对不起啊 阿姨 今天这事您都看见了啊 要是万一 闹到我们班主任那儿 您可能要给我作证 姑娘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替天会向您道歉好吗 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千万别闹到班主任那儿 这样说出去也不太好啊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留些钱 你先去医院去看一下 如果有什么后续问题呢 再给我打电话 阿姨 要不你陪这个姑娘 一起去医院看看吧 这不行不行 你看我这一摊的事 也走不开呀 那 好 南南同学是吧 要不你陪这位同学 去校医院去看看 我 我也不行 我约了我男朋友去看电影 都迟到了 姑娘实在是对不起 我真的要去追她了 我这姑娘 这脾气一上来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实在抱歉 我有事 给我打电话啊 不好意思啊 什么意思呀 打发叫花子呢是吗 不接电话这孩子 真是 这张天辉 我就是为你借点钱嘛 去开个房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天辉不行 她说什么 她要跟我借钱 说要开个房 绝对不行 万一人家出了什么危险的话 怎么跟人家父母交代呀 要不啊 你 喂 天辉啊 真的不行 上一次买完海参之后 我姐就把我的押税钱 都收回去了 我周末还得回来 跟她要生活费 你还是回去跟爸妈 好好沟通沟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喂 天辉 喂 喂 挂了 挂了 我话还没说完 你就跟那儿得得得 你现在边瞎话 倒是挺溜啊 你还要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让你去陪她开房 你太坏了 你这不是叫说我吃人之为吗 我不能对天辉做那种事 呸 你是思想龌龊了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 让你陪她去开房 陪她聊聊天 开导开导她 万一她发现了你人性中的闪光点呢 实在要是不行 她没有地方住 只要她愿意 来我们家也可以啊 打给她 她要把我拉黑了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 我早说 拉黑你现在是小事 我是觉得 万一人家流落街头 父母又找不到 天还快黑了 这姑娘太不让人伤心了 好 喂 常老师 我是宋乌熙 您现在赶紧去天会学校门口附近的海边去找她 她就在那儿呢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喂 小平 赶紧去学校附近海边找天会 我知道 你们怎么了 你不是接她去了吗 回家再跟你说吧 我现在去找她去了啊 这孩子真是 你怎么知道 我只有一点 你怎么做 你要不要 家人 你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 我只是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那晚是 走吧 差不多行了 我手术来 我看着她 好了 好了 妈 我不会留疤吧 没事 就算有点小疤也没问题 你又不当演员 来来来 你干吗 天一个 丢不丢人哪 一个女孩子 和同宿舍的同学大打出手 这才是开学的第一周 就跟同学关系恶化成这样 而且人家是两个人 联合起来对付你 难道你就不应该 犯思一下原因吧 要我说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你怎么跟我妈说的一样啊 那根本就不是我的原因啊 从我到宿舍第一天天就说 她根本就不喜欢我 我都没做什么 她老讽刺出我们家球 还说你跟我哥 说你们是能民工 她瞧不起我 说我是穷丫头 那也是你涵养不够 她说咱们家穷 那你就让她说去 你 你又不能说身上掉两块肉 对吧 是 再说了 就算咱们家真穷 这有什么可丢人的呀 是不是 狗咬了你一口 难道你还要咬回去 不不不 我觉着您这个理论不太对啊 这 确实是 这狗咬了您 您不能再咬回去 但是你可以把他打跑呀 是不是 你不能咬完左腿 然后把右腿再伸回去 那不傻吗 就 谁让你招狗啊 对不对 对对 这世界大战 它发动起来 它还有个导火索呢 我就不相信 好好的 他 他就看不上你 他就针对你 他怎么不针对 你们同屋另外那个同学啊 行行 你说得对 都是我的错 行了吧 我就应该让他骂你 骂我哥 说你们是农民工 本来嘛 本来你就是教育民工 还有我 我就是那个 根本就买不起一个 好电脑的穷丫头 谁让我爸从小就教育我 要做精神的领袖 精神的贵族 我活该呗嘛 我就应该 骂不缓口 打不缓手 你说你这还不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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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还矫情 你爸不是为了你好啊 走走走 帮他睡觉 睡 行了啊 你们谁都别说了 少说一句 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 这气性也太大了 跟你爸犯得着这样吗 等会儿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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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 都得跟他们好好相处 可能刚开始 你们彼此有一些成见 以后慢慢就会好了 说不定还能成朋友呢 不可能 不可能也得可能 要不然这七年怎么过呀 妈 我打个心机就跟老师说 我要换宿舍 天辉 我准备要给你买电脑了 你换宿舍的事你就别想 不准备 不容易 本来你那位同学 就要告诉老师的 我好不容易把他压下来了 你现在提出来要换宿舍 那就得惊动戏里啊 那老师问你说什么原因 你能说什么呀 你再有礼你也动手了呀 再说了 就开学餐一周 那老师同学对你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妈 妈 你去忙吧 我哥陪我就行了 好好开导弹 知道 放心 你也真是 好不容易劝好了 你还给他撒盐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闺女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吗 要不是那个叫楠楠那同学 不替他说话 咱们也吃不了这个哑巴亏 不管怎么说 他先动手就是理亏 我跟你讲 咱们天辉就是走得太顺 心高气傲 脾气又臭 总觉得大伙都应该捧着他 这可能吗 宿舍是迈向社会的第一步 就得让他经受点挫折 好让他明白 地球不是总围绕他一个人转的 真碰着跟他过不去的 你 你冲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还是他自己吃亏 也不知道他哥跟他说些什么 但愿别再给他出一些什么坏招 这个我想应该不会 你别看天辞这孩子平时没正形 但是根子还是很正的 这点儿随你 我一点儿都不担心 大小姐哭了 没有 你别哭 你别哭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那俩人不是什么好人 不话说过来了 这个你先动手的确实也不太合适 那我是没忍住 是是是 反正你明明先受欺负了 你看着办的 那肯定是我看着办的 我没受欺负 我肯定出头啊 是不是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这敌方是一小姑娘呀 就一块嫩豆腐 掉地上 都啪在壁上 你吹也吹不得 打也打不得 行 我鼓起勇气 我好做了劲 我吓唬吓唬的 但是问题是 这么做是不是显得你搁点儿露啊 说来说去 你就是根本不帮我出头的 不是 我有办法 我跟三成说了 他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比较有经验 你放心 老哥给你保证 一定悄然无息地把这事给处理好 说完宣述 来 咚 把你来来 等会儿 这一眼儿翻过去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去疗骚人家杜伯伦了 谁说的呀 我怎么叫疗骚他呀 不是 我先两天 心情不好 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我没有人说 我不可能跟咱爸 咱妈说吧 我也不能跟你说 我以为了想给他打个电话 素素哭来的 哥 我怎么觉得 我在人际关系 这方面真的遗传咱罢了呢 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惨 我连个朋友都没有 我连个朋友都没有 交了那么多年的好关闻 现在 绝交了 我们这杜伯伦吧 我们俩都那么多年关系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因为一点小差距 那么点个小事 我们俩就把关系闹得这么僵 好 我觉得挺委屈 好了 好了 我没觉得我自己做错呀 我没做 不哭吧 哥 我哪儿做错了 你跟我说呀 没做错 我没有两艘谈 我就是觉得心里挺憋屈 我想给他打个电话 我本来以为他能安慰我 他也没安慰我 儿子 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我上大学 连个电话都不打 也不不能管我当年 生活得好不好 我也会不失败啊 你不哭了吗 这人一辈子要交多少朋友 这很多不是走着走着 还是走散了吗 很正常 没事 天子 说什么了 爸 天婚跟小婆连是普通朋友关系 没你想这么复杂 尽管他们俩的事您甭管了 你也别来问我 我也什么都不想说 这俩孩子是要联合抗旨啊 看来你这个王位 是要动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小丫头骗子 早啊 郭婷老师 成婉日早 变样了 差点没认出来 刚才升旗仪式的时候 怎么没看见你啊 那什么我睡过了没起来 升旗仪式还是要参加的 很有意义嘛 校长的讲话倒是可听可不听 反正多少年了 每周都是那一套 这个教案是你写的吗 是 是啊 难以置信哪 那您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好的难以置信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 我还真不敢相信这个教案是出自一个 刚毕业来实习的年轻老师之手 看来伍校长夸你夸得对啊 我需要重新认识 您 您过奖了 之前由于咱们彼此不太了解 再加上有一些误会 刚认识的时候可能有点不愉快 过去呢 那些乱七八糟的又翻篇了 咱们就当是刚刚认识好吧 行啊 没问题 这个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高二年级组的语文老师 常宝童 也是你的实习指导老师 见到你很高兴 我叫果丁 那个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四学生 好 幸会 幸会 您多多指教 不客气 好 你忙吧 亲爱的 我 宝贝 你别走 别走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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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啊 等我一下 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别别别别 你别走啊 你干吗呀 我想你了 我真的特别想你 你给我让开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非礼了 别喊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这样子像错了吗 没错都是我的错 一开始就是我选错人了 别说气话了 我都是因为那个天杀的长天词 要不是为了她 我怎么可能会和那个女投资人走得那么近呢 你知道吗 她现在为了一个老女人把我给甩了 我特别特别后悔 好可怜啊 接着编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的 老伴 所以我痛定思痛 决定痛感前非 这不是真诚地向你道歉来了吗 我凭什么原谅你啊 就凭这个还不够吗 黄三诚 我告诉你 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你的钱 黄三诚 你知道吗 要不然你长这么丑 凭什么跟我谈恋爱呀 我宣布啊 你这个项目我投资失败 从现在开始我要换一个新项目 重新开始 别 别 别呀 千万不要换项目 我是一个潜力股 就换 音音 嫁给我吧 你为什么爱你有多深 一刻拉代表我的心 喂 喂 马上过来了 你等着哦 好的好的 来了来了啊 拜拜 你别走啊 你给我表个态啊 等着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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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